好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如果說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您 覺得我還是不要太過依賴軟體 那 您用它內建的事實上也不錯 Win10 Win10的叫做 快速存取 那Win7的叫媒體貴 因為 早期的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我的文件夾那個概念 它就是一定是絕對紫 就一定是要放在稀查 或者指定某一個地方 它不能分開 那麼 到了媒體貴之後 它就可以像這樣子 你看你可以 這個是我自己工作電腦PC的 就是像這樣我可以把我比較長去的地方 就怎麼樣 是放在 加進來 那我可能是D槽 可能是E槽 可能是別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我有不同的資料夾 那它就是一個 超連結的概念而已 有點類似捷徑的概念 這樣事實上是可以用的 因為 我們預設的媒體貴裡面就是這些 你可以自行制定自己的資料夾名稱 那麼 整個作業系統本身事實上它的一個 核心 工作概念就是我的文件夾 存的地方都是我的文件夾 所以如果你有把它交到這邊 你隨時 就算你沒有剛剛那個我們的 搜尋的那個 小軟體 是不是也可以隨時跳過去 當然是沒有那麼好用啦 但是至少 總是要找到 你自己的資料 總是相對容易嘛 對不對 那麼到了 那個WIN10之後呢 它就沒有媒體貴了 反而改用什麼 快速存取 也就是你 最近存過的 有沒有 它會列造一個叫常用資料夾 或 最近存過的檔案 了解嗎 那也是跟剛剛概念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軟體就是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對不對 你最近用過的 然後呢 你的最愛 我通通把你整合在一起 兩個就一起來 就不像微軟 一次放一點 一次放一點 就很討厭 這樣了解 OK 所以 我想您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們剛好把 整個 差不多就是個人電腦面 管理檔案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連剪貼布都會管 對不對 這樣會不會管很多 我們重點不在於工具 而在什麼 讓你的比較有效率 工具只是什麼工具而已 你今天搞不好以後還會推出更多好的 我們還可以介紹 但是 重點是能夠融入到你的工作你的學習裡面的話 這樣效率就比較好 那 另外呢其實順便提一下就是 其實我平常用檔案總管 已經比較不是那個微軟內建的 我平常比較採用這個 這個 就是你們現在在下面看到這個 這個 因為 一個檔案總管對我來講可能不太夠用 所以我會像這樣兩個 有沒有 那我今天開比較多地方 我就開一下 這邊開一下 有沒有很快 這樣也可以啦 不過這個就不用看太多了 就是你參考 我們不要 原則上就是以各位比較方便用為主 基本上先你把基本的先穩住了 你再 想要再找一些其他更 上手的你再用這樣子 OK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們上半段先到這邊 我們現在大概是3點30分左右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後半段會再把後面就是 Google Chrome裡面的一些擴充工具的部分 還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我們再跟各位做分享 好不好 再見 我們等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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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